有个满身烟火气油盐味的高大老人 忙里偷闲 蹲坐在井然有须已沉不染的造房外头 拿着一把金灿灿的炒黄豆 一颗颗的往嘴里丢 里边那些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子徒孙们 正在忙碌今天的午餐 老厨子见了太子魏妍的身影 哀叹一声 皱着一张老脸 清静不得了 魏妍下令让厨子杂役婢女都散去 老厨子也不出声阻拦 任命一般蹲在原地长须断叹 先前气势汹汹的矮小老人 真遇见了这位榜上宗师 一下子就没了兴师问罪的气焰 沉默寡言 死死盯住这个大隐隐于潮的老家伙 老厨子则一直斜眼瞥着樊丸尔 迅速看一眼立即收回视线 好像忍不住再看一眼 便是樊丸尔都有些奇怪 魏妍有些犯嘀咕 难不成还是个老婆正经啊 历代天下识人 除了春朝公周肥和女子身份的同青青 其实对于人间美色 早就没有谁会上心了 老厨子第一句话就很能唬人 你们知道 哲仙人分几种吗 魏妍和寿猴老人面面相觑 樊丸尔因为出身进心斋 知道一些内幕 老厨子撵了一粒炒黄豆 扔到嘴里 天底下只剩下美食不曾辜负了 要是连这个还要夺走 那我就 我就只能去当个酒鬼了 老厨子再不多看樊丸尔 将半数炒黄豆一股脑丢到嘴里 拍拍手站起身来 哲仙人下凡 历练红尘 一种是周肥和冯清白这般 早早自知 来此人间那所求为何的 所以行事作风 在我们眼中今是骇俗 可在他们看来 却是天经地义 不过这类哲仙人 所求吃物不会太神 还有的呀 就是你静心斋的祖师 佟清清 似乎在躲着什么 第二种 就是陆房那样呢 开窍比较晚 但是一定会在 某个结果眼上醒过来 再有一种 这是我的猜测 他们一辈子都在完成心愿 故而始终发清醒 浑浑噩噩噩 过完一世又一世 久而久之 家乡成了故乡 异乡反而成了家乡 这类人呢 会比较特殊 往往皮囊出彩 武学天赋很高 但在外人眼中 长久总是距离最高 每次都差了那么一点 老厨子又盯着凡婉儿 但是这类人 有些时候啊 身上难免会带着 不合规矩的味道 石井坊间所谓的魔争了 鬼上身 有一小撮 就跟这些有关系 你这女娃儿 近期有没有觉得刺奇 哪有古怪啊 樊丸尔犹豫了一下 一点头 两次 老厨子点点头 笑眯眯地说 顶老魔厉害呀 人间无不可杀之人 人间无不可恕之人 已经不比当年那风则差了 而且啊 更加聪明 我看这次他多半 又得偿所愿 于真义要护着这方人间 在我看来自然也厉害 可在某些人眼中 格局估计还是小了点 反而是一直被于真义 压抑头的国师重修 这些年独自一人 走遍死过山河和八峰 遗蛮之地 我看哪 出息会比较大 老厨子又叹了口气 唉 至于我呀 说多做多 错就多 不闻不问 等个死 以前还想着折腾一番 越到后来 看得越多就越没心气了 这次乱局 顶魔头和于真义 是死对头 有他们两个盯着 这回只要是榜上的 没谁逃得掉 我呢 这些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已经不好奇了 只想能够多活个 二三十年就很满足了 所以啊 唉 老厨子骤然出手 双指并拢做剑诀 刺穿了自己的 数个关键俏学 顿时是鲜血淋漓 一身落在于真义 或是哲仙人 陈平安眼中 近乎和道的气息 瞬间破功 从这座天下 最顶尖的宗师 一路下坠 沦为比兽猴儿 还逊色一筹的高手 选择主动退出 这场风起云涌的乱局 老厨子脸色惨白 但是笑容示然 对太子未言问道 这么大一座太子府 再养个糟老头子 二三十年 应该没问题吧 当然 真有需要我出把力的时候 殿下也可以开口 魏言点了点头 先生只管在府上敬仰 我绝不会随意打扰 先生的清修 姑娘之巅 刚刚走到山脚 又去而复还的周书珍 拿着一封密信 苦笑不已 递给于真义 于真义 接过之后 看了信上内容 他皱眉问 怎么回事 周书珍无奈地说 肯定是来自静养楼 但绝对不是我们静养楼的手臂 于真义抬头看了眼天幕 当站到足够高的地方 神人观山河 人间既是星星点点的壮观景象 但是很难盯着某一个人仔细瞧 于真义对此深有体会 比如他眼中 看得到状元巷那边的丁老摩 陈平安 陆坊 三人光点尤为刺眼 更远处 比如有金刚四两点 太子府四点 其中最亮的一点 骤然暗淡下去 这种远观 无需消耗于真义的 积攒多年的灵气 可如果于真义 想要仔细静看某一人 就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状元巷附近的那栋宅子 头戴银色莲花罐的丁老摩 突然收到一封来自静养楼的密信 看到末尾处老人眼睛一亮 还有这等好事 便是丁英都有些心动了 他撇了眼曹晴朗 嘖嘖道 小娃儿 你倒是好运到啊 至于那个外乡人 绝对是被谁狠狠坑了一把 不然绝对不至于 惹来这么大的打压 在丁英所知的历史上 每一次甲子之期 几乎没有过这样光明正大的插手 没有哪位哲仙人 被如此的敲打 优优独播剧场